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沟通的温度到底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表达这件事情 其实跟我们内心的声音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呢 那在这本书里面啊 小虎老师他就把认识声音会分成三个层面带我们去探讨 分别是聆听自己 聆听其他的人 还有呢好声音的思维 那今天呢小虎老师在现场来更深入的分享一下这一本 有温度的沟通课 一些背景的故事 那如果想要知道说沟通该如何做得更好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这本书 那在节目的开始呢 我想要先直接请小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一本有温度的沟通课 一开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怎么会想要写它 OK好谢谢瓦机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好我是小虎老师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个有温度的沟通课 其实这本书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想要写了 大约在201617的时候就动心起念 但是呢我其实在书上有大概写到 我人生这个常常会有一些这种不自信的时刻 像是这个你叫什么郑后群 冒牌者郑后群 对对对 那那一段时间就是一直觉得好像不够完美不够完善 所以就又不断去学习 那直到我跟我太太一起创业 然后一起工作之后 那他就一直问我 你不是一直想出一本书吗 什么时候 好那时候就出来了 其实这本书背后动心起念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在做教学的时候 一开始我不过就只是把我所学到的东西 透过口语传达给别人而已 但是直到我在教学到五六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种教学使命感出现了 有了这些精神之后呢 就发现这个有很多很多想要给别人的东西 那种很想给予的欲望就变得很强 对那我就想 如果说我们人生是就是那么的短 然后那么的无常 如果我突然就不在了 或者是因为一个什么事故 我不能讲话之类的 我能够为人们留下些什么 我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也留下点足迹 所以那时候在想 对我一定要出一本书 能够把一些这种 我所受到的启发 然后我的发现给写下来 那只是呢 这也许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因为本来是201617的时候许的愿 但是呢 这个经过了很多的纠结 然后后来又经过了疫情 那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的成长 更多的发现 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呢 把它完整的写完 把它推出 算最好的安排吧 我想要echo一下 刚刚听到人生的无常 是写这本书的原因 那其实也是我做 就是部落格开始说出的原因 对我也是觉得 有那种感觉就是 觉得好想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好想要贡献一些什么 然后那种动力就会 有点像是那个燃料会一直燃烧着 一直前进这样子 对啊那就是内在动力 对对对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 像声音这件事情 一开始我第一次看到老师 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想法 我以为是那种 可能是配音啊 或者说说书 还是说要怎么样 去玩弄这个声音的技巧 这个东西 可是我后来发现 好像书本不是在说这个事情 那想要请老师来说说看说 我们一般听到声音好像都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就是很技巧性的 但是这本书好像又不是特别在讲这种技巧性的东西 那这个差异是什么 想要先老师帮我们说说看 OK OK 好 这个很好问题 因为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在开课的时候 来上课的同学们都会说 我们就问啊 为什么想来学声音 他就说 小老师我想让声音变好听 基本上是这样 想让声音好听是为了什么 可能可以更受欢迎啊 那为什么要更受欢迎 可能他讲话太帅了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原因 后来大家把它归纳出来之后 其实都跟沟通有关 我不太懂得怎么样在客户面前 可以展现得更有自信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在老板面前 怎么样表现 能够让他更加满意 我们在沟通上面 其实出现很多问题 所以后来发现大部分的学员的问题 在表面上是说 小老师我想让声音变得更强势一点 更大声一点 更怎样怎样一点 但是让那个更如何一点 他背后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沟通 所以后来发现 其实声音对我们来说 不过就是一个桥梁 在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 他传达出来了我们的真心 我此刻带着什么样一个心态 什么样一个状态去说话 这是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桥梁 但同时当对方说话的时候 我也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桥梁 他把他的某些状态 一些内心的想法 透过非语言的方式告诉给我了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接收到这些讯息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的沟通就会开始越来越顺畅 所以这也是我当初看这本书的书名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 因为我对小虎老师就是觉得 小虎老师的声音是非常令我可以算是痴迷的程度 因为老师在站上有很多说书 每一本说书就觉得 那个听了耳朵会怀孕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书名就觉得很特别 为什么书名里面没有声音这两个字 对 原来是在讲沟通 这样子 对 那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是说 像我知道小虎老师好像一开始 是从配音员的角色出发 那为什么会渐渐的就是变成 转往这个刚刚说到教学啊 或者是走上声音跟沟通 寻找自己内在那种感觉 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OK 就讲起年轻的故事了 因为我一开始 其实我做教学这件事的话 我本来是设定在人生的35以后 就说我至少35 36 就是我现在 现在才会开始做教学 那我人生第一个迷上的是画漫画 发愿说要当漫画家 然后后来了解一下出版业 当时自媒体不红嘛 然后只是就是知道说漫画出版 我们台湾出版社做漫画的很辛苦啊 很难啊 那会饿肚子 好那想想看还可以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就很纠结 我能不能把一些兴趣变成我的工作 那我后来读了设计学院 就读设计游戏设计游戏动画之类的 后来呢学着学着发现 好像也不是自己的一条路 就开始更加迷惘 那时候因为网路 因为那时候是本来从播接 变成ADSL的时代 然后那时候网路越来越发达 我就开始常常会上网去看一些 有的没有的 后来发现原来有一个世界很特别 就是有种工作叫配音缘 太酷了 实在太有趣了 那时候就想说 哇这个我好想去学 因为从小 我是个比较没有自信的小孩 就不太会讲话 然后讲话会口急这样 那但是呢 我很会模仿那些东西 我很爱模仿 就是像米奇老鼠讲话 就嗨大家好 我是米奇 大家好朋友 普通话 好像那个 就是会逗同学校 然后去学一些那个广告台词 干毛勇斯斯之类 就是逗同学校的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 他们也很开心 然后就想说 这会不会是我的天分这样 所以看到配音源这三个字的时候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然后就在想说 要不要那个 午餐也不吃 把那个餐券留下来 存钱去 去学配音这样 还好我大学的时候 就很幸运 因为我的师傅 周振宇老师 在我们实践大学的音乐系 开了一个选修课 初级广告戏剧配音班 下学期就进阶 广告戏剧配音班 我就跟着周老师 就学了两年多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跟了他的课一年 后面 虽然就是当助教 但是我就很常 跟他一起到外面去 他的上课 他的企业内训等等 我就都跟着 然后那时候就想 哇原来声音 可以用得那么广 所以我才想 对我想跟周老师一样 我前面 为自己累积十年的功力 配音十年 十多年之后 35岁 成为专业讲师 然后一起来教学 就把声音的应用 放在更多的地方 而不是只有在表演 就没想到 我在刚退伍的时候 我就跟周老师说 老师 我也跟着你 两年多了 当兵的时候 我也没闲着 我很努力在练 那是不是 有什么机会 我的脸就很猥琐 老师 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 老师很淡定 他看着我说 君宏 我不做配音了 我说 真的假 真的 那你做什么 我跟你师母 现在全心全意的 做教育训练 是哦 是 真的假的 真的 那时候我就 天啊晴天逼利 人生何去何从 那个时候 周老师突然就问我 因为他其实一直有这个计划 我不晓得 他就说 君宏 今天找你出来 也顺便想聊这件事 我觉得你 很认真 很努力 长得又帅 又当讲师 我那时候想 天啊 长得帅可以当讲师吗 这是什么鬼 但是后来 多聊了几次之后 觉得也是有可能性 而且把我的计划提前了 那想想 好 那既然你也信任我 你也好像也肯定我能力 那不如不妨就试试看 就开始走上教学了 所以本来是 想要走配音这块的 就没有想到呢 就开始进行 这个声音的教学 跟着老师一起 好 那一开始我们教学 也是教配音为主 就说 那就是声音的使用啊 就一开始是想说 很多人是为了想 学声音表演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风潮还在 可是后来呢 渐渐的 我们也开始推广说 因为声音 就是一定要走到生活里面 它才是 它会存在 如果说我们今天 讲话的时候 只是用那个 很漂亮的声音 去沟通的话 其实那个声音 它不会真的打动人 例如说我用很好听的声音 打招呼 嗨 我今天又见面了 你就觉得我变态 就这种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在想 对啊 这个声音要进入到生活 那个声音才会落地 开始产生那个互动 所以我们就想 这个不能只是玩配音 要把那个配音 开始变成生活化 我们如何在生活中 更好的运用声音 去拉近关系啊等等的 那在教学过程当中 也就越来越多的启发 我们才开始觉得 对 其实我们在谈的都是沟通 那在谈的都是 我们如何看见自己 看见他人 所以这大概是 我们的一个历程 就是说 这个转变真的很大 而且蛮妙的 因为一开始 没有那个计划 就因为老师的一句话 就突然就推了一个坑 就进来了 马上就加入了这种 算是开始变成 有点像教学 跟教练的这种角色 对 一开始就是 对啊 就做教学 那直到后来 我会把自己身为教练 是直到真的是 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 因为以前 这个讲课 我就是很会表演啊 就我把老师 这个演过的段子啦 然后讲过的故事啊 然后知识点等等的 记下来就去演 因为我只要在台上 把那个表演演完 蛮有成就感的嘛 然后就过了 但是呢 问题就来了 我超怕Q&A的 因为你演完之后 小吴老师请问一下 冒冷汗 因为说真的 那都是老师的知识 那不是出自 我的人生历练 拖在的东西 所以当别人 问问题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 会不会被发现 就很恐怖 那还好直到后来 就真的 从教学当中 找到使命感以后 我就开始变得 越来越爱读书 越来越爱学东西 然后也开始出现了 自己的很多的观点 很多自己的主张 所以后来慢慢发现 就是我喜欢走下台了 不是在台上这样一对 就对几百人说话 而是喜欢这种 就一两个人 两三个人 或甚至就小团体 为一个圈圈上课 然后可以听到每一个人的声音 然后大家可以彼此有些回馈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这种陪伴的感觉好棒 这种陪伴的感觉 但是我应该不能讲 声音陪伴者 蛮奇怪的 想到那声音教练好了 对啊 就是希望可以成为那些 当人们迷惘的时候 就是站在他肩膀上面 那个小天使 天使的声音 你明明就很bug 加油啊 那个角色 那老师你讲到这种 声音的课程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说 因为书里面 他就是技巧的成分 我觉得他有提到 可是他更注重于说 我们要看自己的内在 就是从我们自己内在出发 想要更深度问一下说 什么叫做声音跟内在 到底有什么关系 声音跟内在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在开口说话之前 其实内心是很热闹的 也就是例如说 今天我是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瓦机 上一次是在视讯上看到 这一次呢 第一次面对面 那心里就紧张啊 对不对 那紧张的时候 心里就很多小声音 哎呀 这个我的音量如果太大 会不会害他这个 觉得我不礼貌啊 哎呀 我如果那个讲话说 这个又讲冷笑话 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就可能会有很多小声音跑出来 所以心里就变扭啊 所以我们在开始 要开口说话说 哈喽瓦机 嗨 可能就变成这样子了 对不对 声音就不一样了 对就是那些小声音 是影响我们后来 出现的声音的根源 当我们不了解 那些小声音的时候 我们发出来的声音 很有可能就 无法代表我们的心 我这边就想到一个故事 就是 这有一个妈妈 就是我一个学员 然后他就推荐 他妈妈来上课 然后呢 那个时候在电话访谈 因为他们叫一对一嘛 我就访谈说 哎那为什么想要学 这个要来一对一教练 然后说 那个小火老师 因为我现在 就要上台讲话了 我每次上台说话的时候 就脑袋一片空白 讲不出话来 我很困扰 是不是我的问题 我说不用担心 这是因为经验关系 我那种想的很简单 经验问题 好没问题 那我在教室里面 我们来操练操练 我教学的长度 在12年 到现在12年 我当时应该两三年前 跟这位同学在互动的时候 就坐下来聊 当面聊的时候才知道 这个人呢 是某集团的董事长 他拿影片给我 我才知道 董事长 然后呢 细聊之后 他告诉我 他的教学经验比我还长 二十几年 而且呢 他打一开始就很有理念 就是帮助一些女性创业 帮助一些这个 也希望可以这个 让自己发光的人啊 可以开工作室啊 等等的 他帮助很多人 我想哇天哪 你比我还有讲课经验 你跟我讲说 你上台说会 脑袋偏空白 发生什么事 后来才知道 他要上的那个场合 不是他的 平常熟悉的课堂 是因为他当了某个理事长 某个协会理事长 然后呢 要理事长致辞的时候呢 就说不出话来 我想说哇 这个好奇妙 那这个理事长是怎么来的 他那时候脸就一凑 多老公 原来如此 他老公就是一直以来 都很喜欢参与一些这样的事物 那他一点都不想搞这个 那他老公就喜欢 所以呢 那个时候本来在行政上是 老公 这个先让他挂名 因为满了之类 我不知道那个规则 总之就让老婆挂名 结果呢 好像哪里没弄好 时间到了 忘了处理 就老婆当选了 就当理事长 哇嘞 所以呢 他其实有点不太高兴 他对那个角色认同是非常不好的 也没有到很差 但是不是很好 不是很正面 好 那我想说 好 那你上台说话的时候 你没有拿稿吗 你至少 因为致辞应该很简单吧 对啊 我也觉得致辞应该很简单啊 那你有写稿吗 有啊 他就拿出他手机 因为老人家 这个眼睛比较 这个看不清的东西嘛 然后他就老花眼 就拿那个 Galaxy Note 就是那种很大的那种手机 超大的荧幕 然后自己也放超大 我说 哦 那这个小超 没卖 应该看得很清楚 他说 小老老师 我跟你说 我也想说 应该拿上来看就好 就没想到 我紧张 脑袋一片空白 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呢 我就拿出手机 打开来看 发现眼睛不能对焦 什么状况 到底什么状况 后来呢 这个就在深聊了之后呢 才知道 原来他本来 自己写稿 他写那个字词 自己写稿 他用了他自己的幽默感 他用平常说话的口气去写 结果呢 他老公又来 就来参与了 嗯 我跟你讲 这个不行啦 我跟你讲 我有经验 走过的 瞧 我比你走过的 OK 管他 就讲了很多这种话 那他就好吧 只好妥协 然后那就给你写 给你写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 那篇稿 不是他自己写的 那个角色不是他自己要来的 所以他在那个自我认同上 非常的差 然后我就多问了一句 我说 那你跟你老公就没有吵 这个时候呢 他很奇妙 他突然就很骄傲的说 小波老师 我跟你说 我们婚姻40多年来 没有吵过架 什么 40年没有吵架 这关系还健康吗 后来 他儿子因为他在旁边 就跟我点头 我就知道说 OK 其实这就是他们一起来的问题 因为不太会跟对方表达出来 那久了之后就变成压抑 那这种事情 其实久了以后 他会变成一种小毛病 那我那时候就给他一个画面 我说我就大胆的猜测 这是我心中 我听完这些话之后 心里的画面 就是 你上台说话的时候 因为这不是你写的 然后这角色也不是你要的 然后你告诉自己说 我必须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反正就是 也不想跟他吵架 可是心里好像就有一个小女孩 在跟你捣蛋 就是在你需要用到眼睛的时候 把你眼睛遮住 需要用到你平常 20多年教学经验的那种 上台经验的时候 他突然把你挡住 那通道全部被堵住了 他就说 对 小波老师 真的 开始眼眶就泛泪了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很快时间就到了 两个小时就过完了 我想说 哇 天哪 你一口气跟我买两个小时 没想到都在聊这个故事 我在临走之前 我就问他说 那既然我们花了两个小时间 在探索这些事情 那你有没有什么行动方案 结果呢 他本来平常讲话是这样 小波老师 是不是我的问题 很微弱 对不对 可是他在临走的时候 我问了问题 他突然就想了一下 老板转过来跟我讲说 小波老师 我今天回去跟我老公吵一下 就走了 一瞬间很有董事长的感觉 对 这是这所谓的内心的小声音 就是 但每一个人的故事 有大有小 这是我心中最有感触 最深刻的一件事 但是就算只是一个很微弱的小声音 我好担心被骂 我怕他不喜欢我 这些小声音其实也是会影响我们说话的 想跟瓦基分享这些故事 就整个他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气息 就影响到他整个见出来的 对 当他下定决心 小时候想试着去突破看看的时候 那瞬间声音整个就变很扎实 他真实的自己就跑回来了 对对对 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你看 他在他老公面前 可能都长一直以来都扮演那种 很比较配合的那种角色 可是他在自己的教室里面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呼风唤雨 然后很有自信 然后让所有的迷 就着迷的那个人 那是很不一样的 很有趣 太有趣了 就是真实的自己 是很重要的 对啊 那我看还有一个关键字 我看到一个叫做真话 真说 真说 这个真说跟真实的自己 有关系吗 这就是我想提倡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开口说话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我们脑袋想到了那个内容 然后我们就说出来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说那些内容之前 一定有些动心起念 或者有些画面 可是人们常常会忽略那些东西 就只是想着 把专注于放在那个文字上面 所以讲话的时候就变成这样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是 就是专注于放在文字上 你会发现那种连接感就少掉了 就少了一些温度 但是这些话语 其实背后都有一些动心起念 比方说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大家好 背后有个盼望 对不对 就是说我希望可以跟你打招呼 你也会喜欢我 或者是你会回应我 所以当我这样讲 各位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们带来了一些 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就很有那种 比较往前丢 然后比较有 往你那边靠近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好像 有一点点的那个停顿会让我想要去回应 或者让我想要去跟你接那个话 对不对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 就是能够看见自己心里的那些盼望 然后试着让它很自然的就散发出来 因为刚刚我都没有用任何技巧 我只是把我的感觉讲出来 那很自然的就会有声音的起伏 然后有停顿 有速度的快慢等等 有轻重 那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 所以当我们看得见自己心里的那些声音 然后试着把它释放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声音会变得非常的有温度 然后很自然这样子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像我们无论在 例如说要跟别人讲话 或者说要讲给别人听的时候 不只是要讲 我想要表达的那些文字而已 而是有点要跟对方产生一个互动 或者说你想要对方有什么样的回馈 或者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连结的感觉在 对对对 像很多时候其实我们 例如说好了 这个我跟我爸偶尔会有这种可爱互动 就是有时候我会跟他突然想跟他分享一件事情 可是他因为他吃过的盐 比我吃过饭还多 所以他有时候就这种蛮实际的反应 这个事情很简单 这个不需要跟我讨论吧 其实我很简单 我就是身为一个儿子 就很想跟爸爸有一些连结 对当我不知道自己想要那些连结的时候 我跟他分享 爸我最近看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想跟你分享一下 然后就跟他讲 那讲完之后他的反应就是 这没什么 就会受伤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受伤 然后就很容易 把那个气就放在他身上 或是就觉得自责等等的 就那个感觉会过不去 可是你看当我知道我的目标很单纯 就是我跟你分享这个 除了让你也得到那个分享的东西之外 我也希望可以跟你拉近点关系 所以当我讲完之后 我爸又不小心 就是用他的习惯 这又没什么 把你儿子现在是在跟你拉近关系 好啦好啦 谢谢你跟我分享 一瞬间就拉回来 当我们知道目标是什么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就不容易被打败 因为我们的目标就在那里 因为那个目标是在我们的范围当中的 不在他那里的 当我们不知道那个目标是什么的时候 就很容易把责任就归纳到彼此身上 就是可能会好像跟你也有关 如果你没有配合我的话 我就无法达成这个心愿 我觉得很痛苦 所以这是我们在内心小声音的一种设定 好那另外一种设计 我觉得可以给听众们听听看 就是说在开口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句子通常很长 我们可以先思考 就在开口之前先思考 如果把这些内容 那么多的内容 融会成一句话的话 那会是什么 只要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 都有那一句话在心里面 你会发现那个主张的力量 会帮助我们把很多的关键字 自动的放大 然后说话的轻重就出来了 说话的停顿就出来了 然后自然的说话就变丰富 那我想要有没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像你说怎么样把一个 可能是好像要讲很多东西 可是我怎么用一句话来表达 或者说用一句话来 catch到你刚刚说的那一个重点 我觉得这可能要有那个投影片 会比较容易让听众听到 我举例来讲好了 比方说 我最常在课堂上用 叫哇天空好蓝 哇天空好蓝 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文字说出来 哇天空好蓝 旁边会 对啊 你就发现它只是文字上跟你有互动 但是没有所谓的心与心的联系 好 那这句话如果背后 我想谈的就是 我很兴奋 对 我们为什么会想表达出兴奋呢 那是因为我希望旁边的人 也是跟我一样的 我所渴望的是别人说 是这种态度 所以当我们脑袋已经先联想到那些感觉 就是别人跟你说 的时候 我的那种兴奋感 加上他的兴奋感 会是什么感觉 我们自然而然的打开车门那一瞬间 哇天空好蓝 真的 好开心 那一瞬间大家的热络度就嗨了 这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背后的那个东西 所以每一句话背后其实都有个潜台词 我们可以大概这样设定 哇天空好蓝 但有时候我们说这句话不见得是为了想表达兴奋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想让别人觉得 我终于啊 我好蓝 我终于 例如说我们可能为了写论文 或者为了写一本书 摸在房间里好久了 不见天日 所以打开车门那瞬间 突然有种心中大石头放下的感觉 哇天空好蓝 然后旁边就问你 瓦机你被关多久 就这种感觉 所以这种主张其实他就会透过那潜台词 然后就表达成声音的形式 对 如果说今天可以让他看画面的话 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如果一口气看一篇文章 就更有感觉 因为文章通常字很多 有没有 有段落 然后有很多字 如果我们可以从那整段看见一个 所谓一句话的主张的时候 有发现我们去朗读那篇文章 那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就每一句话好像都有一些重点会被凸显出来 而那个重点跟重点之间的连线 它就刚好符合了我的主张想带出来的灵魂 所以那说起来就觉得 哇好像是你从你脑袋蹦出来的话 而不是你在念出来的话一样 就不是念稿而已 对 我想要讲 我想要表达出他背后的那个精神 对 我觉得这种感觉会是很好的 就是讲话是那种很从容的 或是很流畅的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可是我觉得像我以前也会 就是上台之前 或者说我要做个报告之前 我会有点焦虑 或者说我会有点可能那种完美主义可能会在我心中 会觉得说我会不会讲不好 会不会结巴 会不会紧张 那那种很焦虑的心情 我们要要怎么样去克服呢 或者说我要怎么样去面对它 我想用一个 因为我今天来的路上 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最近开始渴望打电动 就是都是游戏画面 因为写完书了 写完书还玩游戏 那个我们上台说话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会 突然间好像没办法发挥平常的水准 我们被debuff了 对我们被施了debuff 就是被诅咒 然后我们的能力值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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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 我力量值 只剩30%了 我的敏捷度只剩10%了 就突然间变个位数 好像从新手生出来一样 突然被上了debuff之后 很容易被打倒 是谁帮我们上debuff的 那个东西叫自我怀疑 就是我们的心魔 心魔会把这个debuff 突然就放到你身上 因为那个瞬间我们是自我保护 我们人就是这样 当我们看见不习惯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有这种警戒心 不习惯上台 那你突然眼睛一张开 就是一群人在你面前说 我好恐怖 那是什么 一瞬间那个心魔就会 那个也算自我保护 但我们把它称作为心魔 它就会出现 然后开始给你很多的那种 自我否定的声音 哎呀你小心一点 你如果这个站没站姿 坐没坐姿 表现不出那个专业感 你以后不用混了 就很多这种小声音会跑出来 然后呢debuff就被上了 然后一瞬间变成初学者 你本来那个攻击力 已经变到三位数了 突然变各位数很惨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要为自己重新上buff 重新再上一次buff 对对对 那那个buff怎么来的呢 那个buff是支持 有三种知识 有三种知识 那个三个知识 一旦建立起来之后 你就站稳了 好 所以这三个知识 是三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就是 我与这个环境的关系 其实谈的就是安全感 最主要 我们会 最常会忽略的就是安全感 因为我们常常就会 把专业放在目标本身 放在我现在的责任等等的 可是常常忽略 其实我的安全感 也是需要被顾及的 所以通常 我给初学的建议 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提早到现场 就这样很简单 提早到 你就可以先上台看一下 你待会讲话的时候 你的视线会看到 怎样的空间 然后人们大概会 坐在哪些位置 你上台看 然后知道那个视觉的感受之后 你真正上台的时候 就不会被吓到 对不对 或者是说 如果今天不是上台说话 今天只是一对一的 比方说有些很多朋友是 这个业务同仁 就是在那边做业务的 而且尤其 爱学习的人 这个有很多也是业务 业务出身 很多业务伙伴 很常会把自己逼到那种死路 就是跟客户约的时候 就约在一个 他不熟悉 我也不熟悉的地方 那安全感 一旦无法建议起来 你会发现两个人的互动 那自然就很容易有 这个不舒服的感受 因为我们开始产生警戒了 虽然我们是对 外面的环境警戒 可是相对的 其实我们整个内在 也会受到干扰 所以就对面前那个人 变得比较尖锐 变得比较刻薄 变得比较小心翼翼 所以很难进入 他的心房里面 所以我给业务同仁的 建议很简单 就是如果要约 一个陌生客户的话 至少约一个 你自己熟悉的地方 或者你请客户 推荐你一个 他很熟悉的地方 只要任何一个人 有比较多的安全感 你会发现 那个安全感 就会帮助我们 去慢慢的形成 一个保护的泡泡 叫对话空间的泡泡 那我们就等于说 那个防御力 防御墙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与环境的关系 其实我们找的是安全感 所以熟悉感 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 建立某些 共同的默契等等 这都是所谓的 安全感的来源 好 那再来 第二种关系是 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 我们跟自己 如果过不去 我们就很容易 怎么讲 涣散 也就是其实我们上台说话 都有目标的 就是我上台说话 是为了能够把 今天这个简报 讲清楚 让大家知道 那大家在接下来的 下一季的工作 就更有方向了 本来应该是有这个目标的 可是很多时候 就会开始专注在那种 要是我上台的时候 不小心怎样了 会怎么办 我拉链有拉吗 还好有拉 我就想很多 然后当我们开始 只在意表现 但忘了我想要传达什么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当下我们很容易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就讲到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了 事实上我们该重视的 不是表现本身 而是表达这件事情 表达就是我把我的礼物送到了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与自己的关系里面 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目标 就是我知道我上台是为了什么 我知道我此刻正在做些什么 我们就会很容易 所以就算状态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把专注力拉回来 就看得见 但是第二件事情就比较难做的 就是面对心魔 因为心魔很强 我们目前只学了一半而已 就是上buff只上了一半 声音弯很重要 buff还没上到 但面对心魔这件事 我们其实很单纯 就是你要告诉自己 因为那些自我否定的声音 都只是心魔想诱惑你 颓废 诱惑你掉进黑洞的陷阱 那是谎言 所以我们可以去拥抱自己 那种不自信 或者是感到沮丧的情绪 但是你没有必要去接住 那些自我否定的声音 你可以告诉自己 那是假的 我虽然对自己不自信 跟感到有点恐惧是真的 可是那些声音是假的 OK 所以告诉自己这些话 然后就多相信这一点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 也是需要时间去练习的 好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我们找到目标 并且可以更好的 专注在我们的目标上 而不是被自己的 自我否定的小声音拉走 好 那第二个buff就上好了 第三个buff是最强力 但是也最值得去学的 也就是与他人的关系 因为很多人 上台说话 常常是把人们当成是 对立的角色 比方说老师与学生 我今天上台 我就是个老师 所以我必须要很强 学生才会听我说话 OK 但事实上事实表示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学生时代 喜欢的老师 都不是很强的老师 都是很亲切的老师 他跟我可以像个朋友 一样的互动 我才喜欢他 我在当兵的时候也是 会让我尊敬 或是很乐于配合的班长 都是那种 懂得去自我揭露的班长 我印象好深刻 当兵的时候 有一个班长 因为我们刚到新训 人生第一次当兵 才刚到一两天 然后就很紧张 然后班长讲话讲得好重 然后都好害怕 天哪 这军女生涯 怎么那么可怕 然后班长前面 一骂人一骂人 后来我们回到部队 回到寝室 放东西 然后大家就很紧张 天哪 我的军女生涯 原来这么可怕 然后班长突然就进来了 然后大家就赶他立正站好 班长竟然手上 自己亲自抱着两大箱饮料 帮我一下 帮我一下 然后大家开始帮忙 各位 趁下休息时间 赶快跟你们讲话 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班长 我有一个身份在 所以我刚在台上 跟你们讲话比较凶 但这不是我 我想先跟你们说 这是我的责任 这是我的身份 所以今天我先请你们喝点饮料 做个赔罪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我不是这种类型的人 只是因为这是 我们必须要尽到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需要请大家来协助 私底下 我是很爱开玩笑 喜欢聊天的 如果你要抽烟干嘛 来找我 OK 跟我讲心事 可以 你跟你朋友分手了 来 讲很多 但是你可以跟我任意的开玩笑 但是我们要把台上台下分好 好不好 像刚刚是台上 现在是台下 但是之后如果有台上的机会 请你一定要来配合我 这样我们一起好做 好不好 来 各位 来 喝个饮料 我们进行一下 就欢迎你们 好 来到新讯 那我会好好照顾你们 但是要配合 好不好 干杯 那一瞬间 他这一杯饮料就掳获我们了 就他跟我们建立了一个互相支持的关系 我们上台说话也可以这么做 透过一个简单的开场白就好了 就是我们要正式的进行简报之前 我们可以先说 就是今天我为什么要上台 我的目的是什么 而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是又是这样子 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好 那虽然 你看看得出来 我在发抖 那是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呢 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 也这个很努力想把这件事情也做好 你看 那会看见的不是能力不够 而是你的态度够好 接着再讲 所以请大家忽略我的不专业表现 那我们一起来看 我帮大家这个简报里面有列点出来 那大家帮我记录下来 哪些部分你觉得很棒的 我们就开始执行的 还有哪些部分值得讨论的 待会我们就一起来进行 这个有建设的一个互动了 好吗 那我要开始简报了 你会发现 当我把开场白先讲好 我表达出了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然后同时我也把大家 拉到我们的这个圈圈里头 那个当下 你会发现所有人开始看着你 然后一边点着头 一边听你说话 你会感觉到观众在支持我 我会越来越容易进入那个状态 然后就越讲越好 不知不觉 时间就过去了 完全忘记自己在紧张 完全忘记自己可能会口急 然后就好了这样 所以这第三个buff 所以你看那个debuff 虽然心魔给我们了 可是我们可以自己 为自己创造三个正向的buff 然后盖过它 反而可能会把自己原本的能力值 提升得更多也说不定 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 刚刚我听到就是像 可能会拉他人 然后也来一起看见你的目标 就变成有一种共同的共识感 共识感 对 我觉得这个听众真的很值得做笔记 像我自己就做了笔记 帮大家快速复习一下 就是要环境上面是安全感 对 那对自己的话 就是要清除那个目标 然后要去 去注意一下那种自我的否定 对 那最后跟他人的话 就是跟他人建立一个 有点像共识 或者说建立对自己目标的一个共识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会非常有帮助 尤其在职场上面 像刚刚有讲到几个画面 我就眼前那个跑马灯就闪过很多 就是从以前新人时期 一直到老手 最后到主管 这一路上就一直转变 对 那就从刚刚你讲的那几个 以前新手的时候 一直翻一直翻 到后来 都是跌跌撞撞之后 才渐渐领会的 对 就是也没有人教我们 那时候没有小虎老师教我 所以就自己犯了很多错 然后才知道 原来要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重点 大家很值得就把它记录下来 这样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比较像我们自己去表达的部分 那我想要问一个 像书中有讲到一个沟通 是一个像双向的 我觉得这个双向这个事情 很有意思 就是说 书中有讲到四个不同的类型 就是沟通的四个不同类型 有些人是中结果 有些人中关系 那有些人是中规则 有些人是中创意 那这个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这样子我们要去了解 对方重视什么吗 还是说我重视什么也有关系呢 这个之间我们要怎么样去切入 是这样的 我们大部分时候的冲突 都不是来自于说 那个因为意见不合 利益冲突 我们生活中大部分出现的冲突 都跟惯性有关 例如说 因为我们刚讲到四种重视的东西 重结果 重关系 重规则 重创意 这是我们人都会注意到的四大面向 我们都会注意的 只是说我们在每一个当下 你注意的跟我注意的不同 比方说小毛 我之前还讲这个故事 小毛回到家 然后他老婆突然跳出来 跟他讲说小毛 老婆小米就跟他讲 小毛我跟你说 今天我跟一个企业老板相谈圣欢 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给我签下去 我们今年可以去欧洲玩了 小毛就很high 真的假的 超棒的欧洲 可是因为他重视的东西是合理性 所以他想到的是 这个案子签下去是有多少 可以去欧洲玩 是可以cover我们的飞机票吗 来回的吗 还是说是整个旅途都可以cover掉的 所以他就先问一句 这个案子签多少 他老婆就突然心虚 哎呀没有啦 这还没啊 我这个跟你讲 其实今天他去到那个办公室后 他很core 就开始聊那个老板多有趣 然后多core多怎样 他在炫耀 可是小敏说的这些话 对小毛的疑惑没有连结 你知道 因为小毛想问的是赚多少 就没有解除我的疑惑 还丢了新的东西 还没 所以他当下对那个还没又产生疑惑了 所以还没等小敏分享完 小毛就说等一下 你说那个还没什么意思 小敏又更心虚了 就还没 我今天不过是去拜访人家而已 还没有谈到那个 拜托 敢给人家压力 我们第一次见面 小毛就 白高兴一场 我还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去欧洲玩了 你刚刚讲是说 是还没签约 至少口头签约了 这些口头上的承诺之类的 小敏就不太高兴了 也不想回答他的问题 就说等一下老公 你是不会先给人家赞美一下 是不是 其实小毛跟小敏 当下在意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小毛他在意就是 你跟我讲的这东西 那他合理吗 他是成立的吗 他想去确认这件事情 但小敏想分享的 只是他今天的心情 他要的是表达了那个心情之后 得到某种肯定 他要的很简单 就是三句话 是喔 真的假的 他就很高兴 所以当我们当下重视的那种 优先全部一样的时候 就是小敏优先的是 那个表达自己 得到肯定 那小毛他的优先的是 我的疑惑被解除 我要找到合理性 你看 因为这样关系就冲突 但是像他们没有意见上的 不行啊 对不对 他们基本上就是 好像也没有什么 利益冲突干嘛的 都没有 只是因为这个习惯 所以我们会在当下看见说 每个人当下都有一个 在意的东西 但是在声音里头 有趣的地方是 说话习惯会表示 会表达出 除了当下的东西之外 因为当下就是快慢冷热 一个人突然讲话很快 代表他急嘛 讲话慢 他重视我们的关系 重视你的感受 那比较冷 这个比较重视合理性 开始比较精打细算 或者是比较热的人 就表达情绪 像刚小敏的故事 我们看的是当下 但是呢 声音还会传达出 这个长期的情绪 就是说一个人 他咬字的结尾音 或者他的讲话的时候 能量的分布 其实可以听得出 这个人他的长期个性的 比方说 像以前讲话的时候 是像这样 尾音都是用气音 做结束的 那会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说 比较重他人的感受 重意义感 像蔡康勇讲话 就很多这种气音 对 这种感觉 会让人觉得 比较善解人意 但是有些人跟他完全相反 就是结尾音呢 基本上像这样 断得很干净 这种刷的方式呢 就会让人觉得 比较斩钉截铁 比较肯定 所以这种刷的方式呢 就比较让人觉得 是一个比较急 急性质 或者是比较重视效率的人 所以呢 通常我们跟这种 说话的时候 都会有点压力 瓦机不要有压力 好不好 我只是 我人很好 不用担心 我很好 不要有压力 他就有压力了 就越听越有压力 对 骗人 受哪没压力呢 好 所以就是听尾音 另外两个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就是第三种 就是说话的时候 说完整的 像这样 有些人说话的时候 尾音说得很完整 会让人觉得比较圆润 不是圆润 就圆 最后那个角是圆的 可是长期讲话 都都收完整的尾音 其实听起来是锐利的 因为声音很清晰 咬字很清晰 会让人觉得有点锐利 所以这种说话方式呢 会让人感到有种 比较完美主义 然后比较高标准 这样的感觉 所以通常这样讲话 信任感很高 但是你也不敢在他面前说谎 就是比较冷的声音 第四种是像这样 讲话的时候 基本上尾音 都是给他发散出去的 不收尾的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人比较随和随性 然后就喜欢有趣的 喜欢刺激的 是这种感觉 尾音真的可以听出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咬字习惯 它是长期情绪 就是说它是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都在某些这种情感表达的 那个惯性当中 每天都有很多情绪 可是长期下来之后 它就变成咬字的习惯 所以听尾音超准 超容易听的 像我也很好奇的地方 像我们平常在讲话的时候 特别是 像我平常讲话还好 可是我一开始在录音 或者说我练习在说书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现象 甚至是我上台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罪字 例如我可能有时候会讲 然后 然后 然后就连续讲好几个 然后 不然就会讲好几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那个 就是那种罪字 会频繁的出现 那我们平常如果要去练习说 能不能去减少这个罪字 这个罪字是好的吗 还是说尽量不要这样子 比较好 我觉得如果只是 偶尔出现一下下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跟我们的思考有关 就是因为说话当下 它很即兴的 我们大脑就是在一个 火力卷开的那种 转速卷开的那种状况下 然后 在组织语言 然后试图去跟环境去做呼应 所以大脑的转速 目前很强这样 那 我们之所以会出现一些罪字 是因为我们可能 当下有些新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 这个 这个要应变的东西 突然之间 它没有办法那么快 就组织出语言来 那为了不让那个 当下流断掉 我们会很自然的就是 接了一句话 接一个连接词 所以大部分的 那叫什么 罪字都跟连接词有关 然后就是 但 对 我老实说 有些人反正说 我就老实讲了 每句话都老实讲 超老实的 这很自然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罪字过多的话 那就可能代表跟焦虑有关了 我们刚刚讲到焦虑 就是可能不太有信心 或者说跟环境 跟我们跟他人的那种连接还没起来 我们被上了那个debuff 但不自知 所以不小心就开始 因为那个焦虑产生了 所谓的强迫行为 所以罪字 它跟这个强迫性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不自觉地一直做 一直做 然后做了之后 也没有真的满足那个性况 所以我们就会因为那个罪字 又感到自责等等的感觉 所以恶性循环就出来 那我认为要改善那个罪字 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放慢 就是把那整体速度放慢 然后去享受一下尴尬 然后学一下乔舍夫 有没有 享受尴尬 就是就算你我现在不想话 就是很突然安静了一下 也不会怎样 就是真的不会怎样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 太过担心那个安静 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反而让自己被吓到了 但事实上不会发生什么事 而且反而是 当你面对这个尴尬感的时候 很自在 对方就会觉得这是合理的 他就自在了 当我们觉得这个空白不自在的时候 对方就觉得 这个空白不对 不合理 他 你会感觉他好像有点紧张 他想补那空白 所以今天就会开始尬聊 就这样来的 所以我觉得放慢很重要 慢下来 反而不是说 要怎么样把它修好 而是稍微那个节奏稍微放慢 或者说去接受那一个停顿 对 就是接纳那一个停顿的感觉 是正常的 这样子就可以 尤其是像瓦子也有写作习惯 所以语言的那个丰富度层次感 都是很高的 但如果说今天是一个 平常就比较不会写东西 也很少在表达的人的话 那他的基本功就很重要了 就是基本功我认为 可以先从一样从写作开始 因为写东西会帮助我们 把一些想法变成有结构的文字 那变成有结构的东西之后呢 我们的开口说话 就有一些剧本可以去套用 那这个就是基本功 当我们有足够的剧本之后 放慢速度才有机会把剧本拿来用 那就越讲越好 那就可以很精简 但是又很有力量 所以有点相符相成的 这个写跟所谓的口说 这个有点相符相成 对啊 我认为它都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 就是用起来不一样 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观察 像我自己 以前说不定也没有那么会说 但是就像你讲的 渐渐的写着写着 就知道说我想要说什么 所以我把它写下来 然后我写下来的东西 我也会想说要怎么样去说出来 就是好像一直在互相的互动 这样子的感觉 你会觉得好像就是那个 一旦有些东西把它写下来之后呢 你会自己产生新的观点 本来是书上看到 这观点好棒哦 然后试着用自己的语言写下来 写完之后才发现 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出发点等等的 会开始有点不太一样 相似但不一样 然后变成自己的主张 然后就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主张 越来越想法 所以当我们要去回应别人的时候呢 这些原本就存在的 脑袋里面的想法 就会突然跳出来 我还记得之前看过这个 我曾经说过这句话 就啾跳出来 只有当说的当下 或者是我真的写的当下 那个东西才会跑出来 如果我没有这两个动作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那种灵感 或没有那种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 也有蛮多听众问我说 为什么会有那些回想 为什么会有那些连结 其实那也不是说突然想到的 就像我们讲的 可能是在写的过程 在我们跟人家说或沟通的过程 它勾出来的这样子 一种长期的累积 那我们从刚刚讲的都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出发 我们去表达 我们去沟通 那有一个想要问老师的是 书里面有提到 如果要观察别人的话 好像从他们的声音 还是说从观察者的角度 可以用声音去看出什么端倪吗 我们刚刚讲到说 从声音去听 个性是一种部分 就是说我们可以听得到 他的惯性 听得到他现在当下重视的东西 听快慢冷热 知道他这个当下重视的 所以回应起来就顺 但是从声音去听 还有一个层次 讲的就是他的情绪 尤其是在面对 冲突的沟通的时候 我们如果能够听得见 他行为背后的动机 那我们才会有机会 真的去碰到他的心 这本有温度的沟通课 温度这两个字 其实很简单 它来自于心与心的靠近 温度是来自于心跟心的靠近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 我一样 有个很常在课堂上讲的例子 就是道歉 我跟瓦机吵架了 然后呢 这个瓦机比较道理 所以呢 我在这个理 理上面比较弱势的一方 所以我只好道歉 我的内容是说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请别让我 但是我语气是这样 对不起 好不好 都是我错 OK 请别让我 好吧 我给你道歉 道歉 你可能会想揍我 什么他会动 吃气什么 对 因为我们在有气的时候 就是有情绪的时候 通常就会言不由衷 就是我之所以会生气 是因为我在乎这关系 我才会生气 只是因为我当下 因为情绪来了 然后我一时之间 也没有一个比较理智 或比较好的选项 所以呢 我们的本能就出来 就用比较暴力的方式 来表达心感 小孩就很暴力 小孩动不动 就是爸爸 水 你可以好好讲吗 说爸爸我要喝水 水 对不起 来了 我们长大也会这样 就是一旦情绪来的时候 有那需要 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时会不小心 就用了暴力 来回应 而我们人听到别人展现暴力的时候 说话就像邀请函一样 你释出什么样的邀请 别人就会做出什么反应 所以当我这样讲 对不起 OK 好不好 你收到叫挑衅邀请 所以就 就硬了 他拳头就硬了 但是这叫行为 我们回应的是对方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沟通是 去听见他没有说出口的话 当他表现暴力的时候 是他的表情 是他的那个表面上的语言 他的语言跟非语言都出现了 可是我们要听的是 在语言跟非语言之后的 那个东西 是透明的 它是人性 人到底要什么 其实后来就研究这些冲突 就发现人要的东西很简单 就不外乎 被爱 被尊敬 被重视 被认同 我有足够的自由 我可以自己做决定 我的界限 对啊 所以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 其实每一句气话 那种重重的气话 其实都可以翻译成同一句 就是我那么在乎你 我就希望你在乎我嘛 OK 然后想象一下小孩的声音 小孩的脸 小孩的声音这样 就比较可爱 当我们听到别人这样讲话 对不起好不好 都说错 OK 我虽然表面是强硬 但心里面脆弱的 因为我受伤了 所以我就是用一个 比较糟糕的方式 但是如果瓦记 现在听到的是 我的第四个层次 就是不是我表面的目的 而是我的期待 我真正的期待 不是透过这些 众话这些企划 把你推开 而是我希望你 关注到我的心里 所以我听到这个期待 瓦记可能就会这样对我说 小虎 是不是我刚刚讲话 让你感到不舒服 我这样想起来 我刚才确实蛮急着 表达我的立场 然后这样子 可能会让你觉得 那种咄咄逼人的感觉 如果真的不舒服 我给你道歉 我一瞬间 不知道怎么生气 这时候你就继续解 小虎 我很重视我们的关系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 留下疙瘩 刚都有在讲 我就怕说你会不会 就吞人很多 现在给我个机会 刚刚我在讲 现在换我听你说 好不好 有什么好说的 拿去 就有一个爱心出来 就马上掏心掏腿 就发现 我们去呼应对方的心 不见得会马上就会和好 或马上往正向走 因为对方还有气 可是他至少会帮助我们 不会继续走下坡 我们开始递出了 一个新的邀请 让对方开始进入 有意义的 有建设性的沟通的里面 我真的从声音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是现场的对谈 就会觉得 透过这个声音 真的很有那种渲染力 然后那种 很容易catch得到 然后我有一个很好奇 就是说像 老师这次是用书本 就是写成文字 书本的形式 来跟大家来沟通 这个理念 或者说来传达 你的这个理念 给大家 你觉得 除了像你 你可能很习惯用声音 用讲课教练的方式 来教导大家 那这次是特别写书 然后透过文字的方式 来传达 这个有没有什么 很大的挑战 还是说跟你以前 在教的过程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写书这件事情 我真的很有感觉 我觉得写书这件事情 不小心会变成写作文 就是 我会用一些 我觉得用 就写起来比较精准 比较 怎么样 专业的词 结果写起来之后 我老婆看 这样看不懂 不然直接 这样看不懂 所以就是 这次写书 就帮我把很多的 用字习惯做的调整 就是 其实我们在看书的时候 也在看别人 好像在跟我说话一样 如果我们在 用字潜词上面 很僵硬的话 读的人很不容易 读到那个温度 他会感觉不到 那个人存在 所以我就试着想说 好 那我就用 比较口语的方式来打 来写那些文章 这样一做就发现 我自己在反复读的时候 我也觉得 我自己都会被自己感动到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能够留下 虽然我的声音未来可能 这个也许可能 这个声音 一个档案删除了 那个iCloud都消失 我的声音我把他留下来 可是这些文字 如果留下的话 还会让人想象有声音 那也挺好的 但是透过文字认识 我觉得 像我自己 最近你在写书 也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以前在写的时候 会写的很像论文 写的很像 真的很像作文 很像科学研究 后来才跟编辑 跟我的朋友 一直去讨论 才发现 真的要用说话的方式 我后来有一个方法 我就把我要讲的东西 录音录下来 转成文字 然后再把它改 就是再去修改 那个错别字这样 我觉得 这种录的方式 那个故事会特别的生动 那种感觉 我之前有几篇说书 也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很赶 就是要赶快 要交稿给编辑了 可是呢 哇 惨了 又要揭晓 要干嘛 然后一时间 可能刚好腰痛 不能坐椅子 那怎么办 我就拿到iPad 就开那个记事本 然后按语音 然后就是编走 然后边想边讲 反正他会等我 所以边想边讲 当我讲完之后 发现 顺了 然后不知不觉 两三千字 可以可以录音了 就交给他们了 就是有这种困难之后 突然发现 竟然有这一招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要写个作文 要写个东西 其实用语音的方式 好像也蛮有笑的 对 我在结尾这边来问 小虎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数位世代 网络世代 其实很多人都会习惯用 可能email 用简讯 用line 讯息之类的 在聊天 在沟通 那这个就跟我们所谓的 有温度的沟通 好像就有一个 很大的距离 因为 透过这种数位的方式 去聊天 他只能看到文字 或者是言文字 就是笑脸 哭脸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那个毕竟 不能表达出那种温度 面对面 或者说 真的有声音的那种温度 那这个东西老师 是怎么样看待的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解读 说数位时代 给我们这个影响 它算是好还是坏吗 还是说 我们如果要再找回这种 有温度的对谈 有温度的沟通 我们可以怎么做比较好 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们很熟悉 我也知道你平常会使用的贴图 跟表情的习惯 那对我们来说 可能就是 只要有出现言文字 我就知道你当下什么表情 你看因为我们的资讯量是足够的 所以我的脑补就会精准 可是我今天我们是跟不知道是谁 然后去互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的笑脸 对他来说是在酸 奇怪我就没那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 或者是我们可能看了什么漫画 就梗不一样 对 然后我讲了那个漫画 你某个梗 然后你就误会了我什么意思 就很奇妙 我高中的时候 还真的有这种事情过 我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网路也还没有很特别流行 ADS有才刚起来 然后我那时候看那个 你知道北斗神拳吗 然后后来有一个苍天之拳 然后他里面很常讲 就是冲着我来的 那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们 就宿舍的伙伴 就喜欢讲这句话 就觉得很好笑 结果我们班同学没有看 然后我们在留言板 就是讲了一句话 说你如果这样就冲着我来的 他就马上跟我翻脸了 我印象很深刻 我明是想跟他开玩笑 想逗他玩 就没想到我突然就被讨厌了 所以你看我这年轻的时候 真的超不懂事 超白目的 所以在文字上面 就常常因为我们会资讯不够 所以在解读上会失误或失灵 所以这件事来讲的话 不容易去怎么样 就拉近关系 所以如果说今天是在文字使用上 然后是跟不熟悉的人 我一律建议把所有的来意都说清楚 比方说我要讲一个主张的时候 先说原因 就是说我其实没有吵架的意思 只是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再开始说 或者是说 我发现我们刷点远远不太一样 但是我只想提供一样的想法 我没有任何否定他人的意思 我想提供我的想法而已 再说 你会发现当你先讲这个前提的时候 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是在踢管的 人家只是想补充这个想法 别人的回应可能也会多一点点友善 就蛮有趣的 这种出发点我没有想过 但如果我没有提这个 我的想法不太一样 你提一看 比如说你什么意思 这样你也有漏洞 开始比战就出现 所以我认为在文字上互动 也是有很多注意事项要记得的 但是我觉得 无论是文字 还是说我们的面对互动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都同样的重要 就是真实的连结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温度 就是心与心靠近 当我们无论是从文字上看懂 或者从声音里面去听懂 对方的那种真实的心意 那我们就该去好好的回应 或者把自己的心意 也好好的说出来 当我们的人与人间 是真实的连结的时候 就算没有声音 它也能够去带来一些感动 带来一些力量 所以我认为网络这个世代 我们原本网络的存在 是为了更方便的连结 更好的与人连结 但是偏偏 大家的使用习惯里面 不是每一个人都习惯 把自己开放的 所以我也希望 能够推广这样的温度 推广真实的连结给大家 当我们只要有真实的连结 我们就能创造真正的关系 而我们人总是从关系当中 得到力量的 所以无论是文字 声音或任何形式 真实的这个连结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太感谢了 谢谢小虎老师 谢谢小虎老师 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我真的觉得 因为之前都是在 说书的时候听你的声音 还有上一次 我们在视讯上面聊天 的一个这样的感觉 面对面真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因为这样才会有那种 好像更多的认识跟感受 对 下次就会开更多玩笑 非常的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 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OK 那么小虎老师在站上 还有很多精彩的说书 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在这个节目的 这个资讯栏里面 前往收听他的其他的说书 那这次的访谈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